价值30多万的银龙鱼死亡是什么场景? 这条垂直飘在鱼缸中的银龙鱼就是活生生的势力 只因为和女朋友说话声音大了点 女友变赌气将鱼缸中的气泵关闭5小时 致使男子饲养4年 价值30多万的银龙鱼因缺养被活活憋死 男子发现后欲哭无泪,只能含泪清蒸 那么女朋友到底为啥如此狠毒? 一出手就要将男友家里的30多万复制一具呢? 经常吃龙鱼肉的朋友都知道 龙鱼本就是贵中的观赏鱼 而金龙鱼、红龙鱼和银龙鱼都是龙鱼中的佼佼者 因为这些鱼身形优美矫健 线条细腻颜色亮丽 有较高的观赏性 因此即使便宜的龙鱼也得几千块 要是贵的龙鱼十几万几十万都有可能 而视频中的男子名叫李辉 平时非常喜欢养鱼玩鱼 在郑州鱼卷当中是小有名气 李辉在家养了不少的鱼 其中有一条银龙鱼最为珍贵 这条龙鱼是李辉四年前花了八千块人民币找朋友淘来的 当时这条鱼刚有一巴掌长 而经过李辉四年的精心饲养 这条银龙的体长已接近五十厘米 而且游动起来 体态极为轻盈 鱼鳞闪闪发光 光感好了 价值自然也就突飞猛进 在今年六月份 李辉把自家的银龙照片晒到了鱼友圈里 有大佬愿意出三十万收购 但李辉却婉言拒绝 自己养的龙鱼根本不止这个价钱 打算等到银龙的价格升一点再卖 但这一等女友却出幺蛾子了 只因为自己说话声音大了点 未婚女友就将自己价值三十多万的银龙鱼整死 大哥发现后立马找鱼圈大佬补救 但只收到了轻征二字的回复 当时未婚女友没有经过李辉的同意 独自一人去见了所谓的男闺蜜 而李辉左等右等 等到了半夜十二点 还不见女友回来 因为时间很晚了 李辉很担心女朋友一个人在外边 于是就打电话询问女友的位置 还说要去接女友回家 期间言语比较激动 说话声音自然大了点 但女友却认为李辉耍混不利 这还没结婚就开始无理取闹 还敢吼人家 结了婚绑定了终身后 那李辉还不知道要嚣张到什么地步 于是就挂断了电话 直到第二天早上 女友才在难归的搀扶下回到了家 李辉认为这件事错在女友 于是板着脸 希望女友给自己道歉 可女友怒气未消 打起了银龙鱼的主意 女友知道 李辉平时把银龙当宝贝 于是趁着李辉上班的间隙 将银龙鱼缸内的气泵 开关关闭整整五个小时 在李辉下班回家前 女友又打开了气泵 可气泵五个小时不工作 银龙鱼缸中的氧气含量早已不足 价值三十多万的银龙鱼 最终缺氧溺亡 垂直飘在了水中 下班后的李辉 第一时间发现了银龙鱼的异常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拯救银龙鱼 在微信鱼圈发图求助 但水中的三十多万却不争气 始终飘在水面不动弹 河南女子只为和男友赌气 就将男友养的三十多万的银龙鱼 气泵关闭 活活憋死了银龙 男友发现后 就像热锅上的蚂蚁 不停地给银龙换水换钢换泵 甚至在各大鱼有圈发文求助 就差给银龙鱼做人工呼吸了 但银龙鱼依旧没有任何反应 鱼圈大佬发来简短两字 清蒸 看到这两个字之后 李辉彻底崩溃了 这可是他养了四年的三十万啊 随后李辉打开了手机 记录下了自己清蒸银龙鱼的镜头 事后李辉发布视频称 银龙鱼的肉质虽然还算鲜美 但是自己每吃一口 都像在吃自己的肉 李辉也从家里的监控探头 看到了女友的所作所为 这才明白原来这一切都是女友搞的鬼 可气的是 女友却信口雌黄说是小区停电 而且事到如今 女友依然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在未婚女友的认知里 这银龙鱼又不是什么大鲨鱼 根本不可能值三十多万 可李辉不打算就此罢手 他先推掉了与未婚女友的婚礼 随后又将嚣张跋扈的女友 一纸诉状告上了法院 只明道姓要求未婚女友 赔偿自己的三十万证 看在两人相处多年的份上 零头就抹了三十万整一分钱都不能少 李辉手中还掌握着 未婚女友作恶时的监控证据 估计诉讼获胜的可能性很大 大家认为 李辉该不该找女友索赔这三十万呢